莫玛里事件原来是大马圣战分子的叛变。为何国阵紧咬马哈迪不放?内副新闻报报看视频及照片回顾莫玛里事件。 什么是莫玛里事件?为何近期成为马来西亚政坛的热门议题? 原来莫玛里事件是一起流血事件,牵涉到一群欲在大马发动圣战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Escroirac 新闻报报看待你回顾莫玛里事件来龙去脉去脉的报道。 新闻背景莫玛里流血事件。 宗教司打圣战煽动抗政府。 莫玛里是吉打州华林县的一个马来甘榜。 1985年,警方追捕一名宣扬极端宗教主义的宗教司伊布拉辛马莫。 这名宗教司士在莫玛里长大,曾经在开罗L.Azer大学深造,并在七十年代回国后,在首相属宗教事务处当传教士。 后来他辞职,并成为伊党的社运分子,在家乡宗教学校传教。 伊布拉辛马莫向村民灌输圣战概念,煽动群众对抗政府,他拥有数百名支持者。 政府决定援引内安法令拘捕伊布拉辛马莫,当时穆莎西弹是内政部长,他只是不得使用武力,但宗教司的支持者使用武器反抗,拘捕行动宣告失败。 在1985年11月19日,警方到伊布拉辛马莫的家展开逮捕行动,警方还使用催泪弹驱散拥有武器的百多人民众,可是不奏效,之后就爆发冲突,导致四名警员殉职,另外,伊布拉辛马莫和13名支持者也被击毙。 另外,以下是林吉祥的文告,他认为莫玛里事件跟现任一党主席哈迪阿旺脱离不了关系。 原因是当年的一篇《哈迪讯事》。 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兼镇林山国会议员林吉祥,于2017年8月22日星期二在镇林山发布的媒体文告。 让哈迪现身莫玛里悲剧皇家委员会面前,为哈迪宝逊对1985年18人丧命的影响作证,以及他如何能够协调哈迪宝逊与他目前和纳吉的亲密关系,并捍卫纳吉。 一马公司丑闻和马来西亚被视为全球盗贼统治国家的矛盾。 前总警长丹斯利拉辛诺今天接受大马透视访问时表示,他不明白为何伊斯兰党主席拿都斯利哈迪阿旺要,再次挑起1985年的莫玛里惨剧,因为人们将发现他在此事扮演一定的角色。 拉辛说如果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彻查莫玛里惨剧,我们将无法避免哈迪宝逊在导致莫玛里惨剧扮演一定角色的事实。 哈迪宝逊指的是哈迪在1981年4月7日发表的演讲。 他在演讲中说乌统和国阵是向殖民主义者般统治的异教徒政府。 在哈迪宝逊中,当时是伊斯兰党登加楼专员的哈迪说。 请相信,我们对抗乌统不是因为他的名字是乌统。我们对抗国阵不是因为他长久执政。 我们对抗他是因为他保留了执民主的宪法,保留了异教徒的法律,保留了蒙昧的规则。 因此,我们对抗他们。因此,我们面对他们。因此,我们尝试对抗他们。 我们的斗争是圣战,我们的演说是圣战,我们的捐献是圣战。 让我们依靠上苍以面对这些群体,因为假如我们应对抗这些群体而死,我们是以劣势的身份而死。 我们以伊斯兰的方式而死。 我们不须归依佛教,我们不须信奉行兜教,我们不须信仰基督教,可是如果我们奉行这些部落的政治和宗教,我们就成为异教徒。 1985年11月19日发生莫玛里惨剧时,拉辛是时任的雪兰俄总警长。 他说,哈迪在1981年的演讲,启发了伊斯兰党的全国党员,包括也被称为伊布拉辛利比亚的宗教老师兼伊斯兰党员伊布拉辛马莫。 他成立了一支民兵部队,以采取超越政治斗争的手段。 拉辛说,哈迪宝逊有两个重要的元素,指责没有在生活中全面奉行伊斯兰,包括在政治领域的穆斯林都是异教徒,以及宣称对抗巫统和国阵是圣战,和那些为死斗争而死的人是劣势。 拉辛说,伊斯兰党青年团积极落实并宣扬哈迪的信息,而就是这个信息启发了伊布拉辛利比亚。 也是五级安曼前政治部主任的拉辛说,伊布拉辛利比亚是强硬的伊斯兰党追随者,并且深信哈迪的信息。 让哈迪现身莫玛里悲剧皇家委员会面前,为哈迪宝逊对1985年18人丧命的影响作证,以及他如何能够协调哈迪宝逊与他目前和纳吉的亲密关系,并捍卫纳吉,一马公司丑闻的矛盾,以至于他可以转移人们对马来西亚一夜之间成为 全球盗贼统治国家的关注、批评和攻击。 我说过,因为伊斯兰党领导曾违背民联共同政策框架和2016年6月的伊斯兰党大会议决案而导致民联解体后,哈迪身为伊斯兰党主席所做的一切, 对往昔的伊斯兰党长老协商理事会和伊党主席,如涅阿兹、法兹诺和穆查西尤索夫而言,将犹如他们的肉中刺。 不难想象,涅阿兹、法兹诺和穆查西尤索夫将如何针对伊马公司丑闻,领导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运动, 已清楚或洗刷马来西亚被全世界视为全球盗贼统治国家的耻辱和骂名, 不过哈迪肯定不会 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上转发 ? 喔 Finished oqu ?